毛泽东 显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荣与乔·哈利戴 播讲 夏秋年 第七章 杨开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岁 1928年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 着手让各地军阀交出军权 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 一批军阀顽强抵抗 1930年初 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莫斯科决定利用这场大战 帮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 周恩来三月离开上海去苏联讨论此事 带去红军的详细材料 当时红军共有62,700余人 分散在八个省 编为13个军 珠毛红军是最重要的一个军 近一万五千人 周走后 中共负责人是李立三 毛泽东的湖南同乡 从前的下属 李立三的晋升得益于他善于组织劳工 他与莫斯科驻上海代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要夺取一大片中国复兴地带 包括像南昌 武汉这样的省会 要把红色政权的首都建在武汉 给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讲究实际的毛泽东很清楚 不管国民党之间怎样内战 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那些大城市 刚开始 毛队命令表示躊躇 但几天功夫 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特别积极起来 原因是他意识到李立三的幻想给了他机会 使他能够兼并彭德怀统领的当时中国第二大红军 彭德怀比毛小五岁 出生在离毛家不远的村子里 在未来的红色中国 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部长 也是领导阶层中对毛最直率的批评者 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毛泽东手里痛苦的死去 彭的眼神里 嘴唇上有着很多磨难的痕迹 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一样 彭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多少年后 彭这样写道 八岁时母死 父病 家贫如洗 四弟半岁 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 我满十岁时 一切生计全断 正月初一 临近富豪家喜泡连天 我家无粒米下锅 带着二弟 第一次去当叫花子 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 还没有讨到两生米 我已饿昏了 进门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强 再也不愿去讨饭 他年过七十的祖母 于是自己去讨 那天 寒风凛冽 雪花横飞 彭的祖母白发苍苍 一双小脚 带着两个孙孙 彭的三弟还不到四岁 煮着棒子 一步一扭地走出去 彭看了 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那天晚上 他不肯吃讨来的米 一家人都哭起来 彭写道此时说 每一回忆至此 我就流泪 就伤心 在我的生活中 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十五岁那年 彭家乡大汉 鸡民成群 他参与了强迫一家地主跳米的行动 瞎注 跳米就是卖米 地主说没有米 彭爬上屋顶 将瓦推下 露出米仓 彭被告聚众闹跳 团防局前来拿办 他只得逃离家乡 1916年 他参加了乡军 当上了军官 军官的生活内容之一是赋宴 每次总有年轻姑娘陪酒 一个13岁的小女孩认识彭后 告诉她 她是家里遭了水灾 被抵押到酒楼来卖畅的 不跟军官睡觉 就要挨打 彭德怀凑了些钱 熟出这个女孩 从此拒绝参加酒宴 他逐渐被共产主义吸引 认为共产主义是为穷人找出路 1928年初 彭德怀加入共产党 同年7月 他发动兵变 带着800来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党要他跟井冈山的毛取得联系 12月 他上了井冈山 他到来时 毛正打算离开 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往井冈山开来 毛需要有人守山 以显示他的根据地 威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 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 彭手下的人不情愿 说他们是来建立联系的 联系上了应该回去 彭说服了他们 他不愿意和毛对抗 国民党军队进攻后 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围 彭事先以探明撤退的路 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猎人出没的小径 毛那时在闽西 1929年4月 彭前来会师 毛把彭当作下属发号施令 不让彭留在附数的闽西 派彭返回满市断壁残垣的井冈山一带 恢复乡干边苏区 彭默然接受 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彭化归毛指挥 1930年初 莫斯科和上海统一组编红军 彭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 与猪毛红军相等 彭被编为与猪毛平行的一个军 彭深受部下爱戴 巡视员报告中央说 彭的部队听从命令 遵守纪律 互相亲爱 作战勇敢 阶级的认识 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 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 一定要回到武军工作 瞎住 武军就是彭德怀的红武军 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 就接受了也要代工 而且经常的要求到武军去 在武军开小差的还少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重新抓过来 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 他边长莫及 中央命令毛打南昌 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 因为彭离南昌不远 毛一路北上 直到南昌城外 他没有去攻城 虚晃一招后下令向长沙挺进 彭德怀刚于7月25日骑袭打下长沙 正在休整 长沙是唯一被红军打下的省会 彭占了他11天 司令部设在美国盛京学校 在那里 他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宣布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 自己只做委员 彭德成功震惊了西方 尤其是华盛顿 7月4日 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 彭德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 打死一名美军水手 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跟中共交锋 8月6日 四个国家的军舰掩护国民党军队 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8月19日 毛给上海写信说 彭的形势十分危险 颇有牺牲与损失 说他决定放弃打南昌 到长沙去援助彭 彭接到消息说 毛朝着他来了 派人告诉毛 他不需要援助 但毛是推不掉的 反过了要彭去配合他打介入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 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永和的当天 8月23日 毛利吉宣布两军合并 成立第一方面军 瞎平 毛给彭灌了一碗永和豆浆 就把红武军给永远合并进来了 毛自己当总头目 总前委书记 总政委 朱德任总司令 彭德怀仅是副总司令 为了得到批准 毛第二天涵告上海说 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 由于武汉是中央梦想中的红色政权的首都 毛把再打长沙说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骤 夸张地说 他有把握占领长沙粤州 进攻武汉九江 促进全国总暴动 毛甚至说 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 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 其实 毛根本没有夺取武汉的意思 他知道不可能 就连再打长沙也不可能成功 彭一打长沙成功 靠的是出其不易 现在守敌已有准备 朱德彭德怀也很清楚 他们反对二打长沙 但毛坚持要打 如果不打 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与彭合并 把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在打的过程中 据苏军情报局中国战战长格里斯报告莫斯科 红军伤亡惨重 彭的部队伤亡比毛的多得多 毛袖手旁观 三个星期过去了 毛撤销了对长沙的围攻 要带彭的部队走 彭的军官们坚决反对 他们不喜欢毛 不愿意做毛的部下 但是彭不希望跟毛发生内讧 说服了部队 许多人走得极不情愿 有的甚至想把部队拉走 这些人将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长沙 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 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 吹成全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领袖 8月23日围城开始那天 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 自封为主席 注释 毛早在6月25日就发出过自封主席的两份通电 上海的反应是 在8月1日宣布委员会主席是党的总书记向中发 但此时 毛又再度自封主席 直接跟中央唱对台戏 中央没有惩罚毛 莫斯科要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 需要权力欲强烈的领导人 而毛的权力欲是最强的 毛在抓权上既胆大包天又轨迹多端 使莫斯科感到这个人却能成事 9月20日 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恢复了 莫斯科内定毛做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 这个政权的首都如今定在红军最大的根据地 江西 二打长沙的伤亡与失败 算在李立三的账上 李立三曾要苏联出兵帮中共建立政权 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 就像在中东陆事件时 中国红军有义务保卫苏联一样 但斯大林是不讲什么义务的 他甚至怀疑李立三想把他拖进中国来跟俄国的宿敌日本开战 他还痛恨李说什么 一旦中国红色政权成立 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 10月 共产国际来令 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 命令他去苏联 在那里 他动不动就在大会上被叫起来自我谴责 骂罪该万死的立三路县 之后他坐牢两年 立三路县这只踢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历史书里 罪名之一是二打长沙 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 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和剑 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 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 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和剑和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 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 何剑极为恼怒 决心报复 在10月24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暗英 那天正好是暗英八岁的生日 何剑给开慧留了条活路 只要他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 开慧拒绝了 他死在11月14日这天 4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道了他的死讯 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 莫不称快 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刑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揭示出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 赴死前 他穿着青裤青袜青长旗袍 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 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 一瓶红墨水 一张写着他的名字的压签 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 便拿起毛笔 沾着墨水 在压签上画了个钩 把压签扔在地上 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 两个行刑人把他的长旗袍拨了下来 算作他们的额外收入 外加衣袋里一张手绢包着的两块五毛钱 在冬天的寒风里 没穿外套 年仅29岁的开会 被绑着压过长沙的街道 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他叫了辆人力车 士兵们在两边小跑 刑场在城门外 四下是一片荒坟 行刑人开枪后 把他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 怕死者的魂魄追着他们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饭 饭后听说开会没被打死 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 他们看见开会脸朝上躺着 在极度痛苦中 手指深深的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亲戚们把开会的尸体运回故乡 葬在老屋的后坡上 暗英被释放了 1931年初 毛的大帝泽民帮助三个孩子去了上海 由中央地下党照顾 毛听到开会的死讯后 流露着真诚的感情说 开会之死百身莫熟 他经常谈起开会 尤其到了晚年 把开会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女人 他所不知道的是爱他的开会 早已摒弃了他的主意 从毛抛下他到死 开会写了八篇文章 述说他对毛的爱 反思他的信仰 他把这八篇东西用蜡纸仔细包妥 藏在老屋里 1982年维修房子时 在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七篇 第二篇于1990年再度修缮时 从他卧室外的屋檐下豁然露出 毛没看到他们 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他们 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 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 在开会的笔下 有他对毛强烈而宽容 偶待责备的爱 有被毛遗弃的痛楚 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 这些情绪在他最后一篇文章里 表现得最为明显 那四页字句是在1930年1月28日写的 在春节前两天 团年的时刻 开会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写的句子不连贯 大多没有标点 思绪到哪 比到哪 注释 这一篇中有些是我们看过已稿后追记的 某些词语可能有误 记不清的以省略号标出 有的标点符号是为了清晰而加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 我简直要疯了 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 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响了 孩子也跟着我难过 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太伤心了 太寂寞了 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 但我有几个孩子 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 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 一个月 半年 一年 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 以前的事 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 以后的事 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的 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 能得到我的爱 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 他不来信 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 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 我搞不懂他 是卑视 也是好事 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 他的眼睛 他的嘴 他的脸颊 他的鹅 他的头 他是我的人 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 显出很平常的样子 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 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 淒青的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帝 瞎住 一帝是杨开慧的表弟杨开明 有这么一句话 谁把我的信带给他 把他的信带给我 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 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的 数我不数我 都在其次 天保佑他吧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 我暗中行事 使家人买了一点菜 晚上又下了几碗面 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 晚上睡在被子里 又伤感了一回 听说他病了 并且是积劳的缘故 没有我在旁边 他不会注意的 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 太肯操心 天保佑我吧 我要努一把力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 我就可以叫回他 不要他做事了 那样随他的能力 他的聪明 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 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 可怜的小孩 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 一头是他 一头是小孩 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 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 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 三春河那样爱我 注释也许是 王春河那样爱我 我连李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 天哪 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开篇文稿中 有几篇是写给表弟一帝杨开明的 杨开明1928年6月 作为中共巡视员去井冈山 开会请他带给毛一罐 毛爱吃的辣豆豉 毛没有回信 1929年3月 湖南民国日报报道 朱德的妻子被杀 头挂在长沙市街上 开会产生不祥的预感 给一帝写了封信 注明没有发去 通篇是他孤寂无助 一帝 亲爱的一帝 我是一个弱者 仍然是一个弱者 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 我全服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 我颤立而且寂寞 在这个情景中 我无时无刻不再寻找我的一帮 你如是乎在我的新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 此外 同聚在一起的人秀也和你一样 你们一排站在我的新田里 我常常莫倒着 但愿这几个人 莫再失散了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 哎 他那冷酷严肃的面孔 说到死 本来我并不惧怕 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 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 我有点可怜他们 而且这个情绪缠绕的我 而且这个情绪缠绕的我非常厉害 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开会丢不开他的孩子们 显然对毛不计任何希望 他把他们托付给一帝 托付给靠得住的毛的大帝责民 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 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 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 或者更加一个父亲 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 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 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的生长 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栖息 这一个遗嘱样的信 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 不知和解 我总觉得我的景象上 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 把我缠着 所以不能不早做预备 从报纸上 开会不时看到毛的消息 毛被称为共匪 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 惨毒不堪言状 屠杀之人民 焚毁之房屋 猖獗异常等等 也有报道说 毛被赶出了井冈山 处此三面包围之中 万无生理 开会揪心揪常的盼着毛回家来 写出下面八行字 婉转哀告 1929年鼓励四月初八 继一帝 没有发去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 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 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归来哟 归来哟 伤心的别离 他的结晶品 凄凉 寂寞 已见长见大了 希望你啊 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 你去 原文不清 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 归来哟 虾平 看来这首诗是故乡的云的原版 不久 一帝来信了 说毛将去上海 中央命令他去 这意味着他可能看到毛了 开会欣喜若狂 他立即给一帝回信 一帝 接到来信 万分喜味 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官的人 并不忧苦的怎样厉害 不过总有点难忘的感情 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 一些时又去了 大体是平静的 思绪一下子飞到毛身上 毛也许不会去上海 去了上海会不会不安全 他未必能来上海吧 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里 我又要不放心了 天哪 不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逐渐明白毛不会去上海 见毛只是梦想 开会提笔给毛写信 但改变了主意 标题 既爱没有发去一行字下面的话 被他撕去 他另外写了一篇回顾 六岁到二十八岁 于六月二十日写成 显然 他想用间接方式把自己的心 展在纸上给毛看 主题除了他对毛的爱 就是他对暴力与残酷的厌恶 一开头 开会写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我是同情生畜类 每当晚上上床睡觉 这些残影如杀鸡杀猪 人死 在我的脑迹翻腾起来 那真痛苦 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 我的哥哥 不但哥哥 许多小孩都是一样 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 为什么 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玩 蜻蜓玩 完全把他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 看见找死的痛苦 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 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随即开会告诉毛 他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 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 我记恨那些穿华服 只顾自己快活的人 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 穿大布衣 这个时候 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的他爱上了毛 毛把他带入了共产党 如今他怀疑他的信仰了 这篇回顾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 我想在学问里头 得到一些滋润物 把我已哭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 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 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 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哎 沙沙沙 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 人为什么这样宁恶 为什么这样残忍 为什么 我不能去设想了 我要一个信仰 我要一个信仰 来一个信仰吧 1930年2月 一帝杨开明被捕枪决 埋在老屋后面 几个月后 开会也走上刑场 毛泽东围攻长沙时 没有做任何努力 把他跟孩子送走 或者提醒提醒他 这其实很容易办到 开会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 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 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 他也没有去做 帮我 对方 来过来 领备 的